粉丝提问,为什么世纪中的人机都是男性呢? 这个现象确实是存在的,人机都是男的,没有一个女的人机 其实光子这么做有三个原因 一,让玩家容易辨别人机 光子确实可以让人机有男有女 可是那样的话,玩家辨别人机就难了 因为看第一眼,你根本不知道是人机还是真人 如果像现在一样,人机都是男的 那只要看到女玩家,那毫无疑问肯定是真人 如果看到男玩家,再仔细甄别一下就行了 会更好判断 二,人机穿着朴素 人机的穿着都是很朴素的,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皮肤 这种朴素的风格正好适合男角色 而很多女角色的服装都是花里胡哨的 用女角色当人机衣服不好搭配 太花里胡哨的话,那玩家击杀了人机就能获得充钱的衣服了 那玩家都不想充钱了 如果太朴素了,就不符合女角色的形象了 三,和一个故事有关 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意思是,实际的这些经典地图都有原住民 特种兵的到来占领了他们居住的城市 而原住民必然要反抗 既然打仗了,肯定要男角色来打了 因此人机相当于是原住民 能打仗的都是男的,这就是由来了 小伙伴们,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呢? 好了,我们下期见